警方接獲線報 高雄一名無姓男子 在自己的房間裡當起農夫 栽種大麻 透過網路上學習種植技術 工具準備十分齊全 利用LED燈照明技術 補充光照 控制植物生長速度 肥料也是特別挑選的有機肥 證據確鑿 男子也因為違反 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移送高雄地方檢察署偵辦 接獲線報 只稱有人在新新區 某住商混合大樓內 種植大麻 經報請台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黃谷陳永勝檢察官 指揮偵辦 並持台灣高雄地方法院 核發之搜索票 前往查契 當場在屋內 查獲大麻植株 與大麻成品等證物 及時遏止大麻成品 流入市面 無姓嫌犯落網時聲稱自己是因為有便秘 困擾才網購火麻人來潤場通辨 但不只強健補身 還當起自耕農 離補行徑讓人傻眼 無姓嫌犯陳租駐商大樓 以眼人耳目 涉嫌與網路購買中藥材上 俗稱火麻人的乾燥大麻種子 以及栽種器具 並透過網路製學技術 利用培養土進行土根法栽種 成功栽種出大麻植株 為警方在搜索查獲大麻植株 及相關的專業栽種器具與設備 罪證確鑿 惹上大麻煩真的很麻煩 警察大隊提醒民眾 試用大麻毒品會產生被害妄想 錯覺患覺焦慮等階段症狀 年輕朋友切勿 因為好奇心驅使而輕易嘗試 以免誤人誤己後悔莫及 記者邱玉婷 關孟如高雄報導